他拿天书一照 就发现了藏在天狼心腹中的天眼 随即江子牙用天书顺时将天眼吸了出来 看着面前的天眼 哪吒颇不及待地就要去拿 却被震开了 雷震子健壮也想试试 可天眼的力量太强 他也无法拿到 告诉你 天眼乃是上古天上圣子 我奉命看守天眼 就不能让他被任何人夺走 说霸天狼心便施法放出一股黑烟 将他们一行人都推出了洞外 哪吒和土行孙还想要进去 可洞口被光墙封住了 他们根本进不去 江子牙此时也没招了 不过土行孙会土盾之术 他悄悄溜进去想要将天眼偷出来 就在他要快碰到天眼时 天狼心毫不留情地将土行孙丢了出去 江子牙告诉天狼心 按他手上的天书所说 天眼是时候该认他的主人了 天狼心却不以为然 还抢走了江子牙的天书 带回了洞中 可他万万想不到 天书竟然自动从他手中飞走 还带走了天眼 重新回到了江子牙的手中 江子牙早料到会这样 现在拿到天眼 他们即刻返程回西齐了 此时身中剧毒的杨检 只觉得生不如死 他整个人都陷入了癫狂的状态 幸好这时江子牙赶回来了 他封住了杨检的穴道 然后拿出天书 帮杨检疗伤 等江子牙离开后 文重申公报 竟然出现在了杨检的房中 还带走了杨检 他们是为了夺走杨检身上的天眼 文重当即朝着杨检的额头施法 取出了他的天眼 可下一秒 天眼却突然碎裂了 这天眼是假的 什么 假的 生公报快要气死了 白忙活了一场 文重却不这样认为 天眼 是上古宝物 会自寻主人的 所以 跟杨检在一起 就能找到天眼 随后几人找地方去安置杨检了 等他们走后 天狼星出现了 原来是生公报这个奸贼 他们还抓了我的恩公杨检 天狼星觉得不放心 便跟上去看看 文重他们将杨检带到了一处山洞 天狼星趁生公报独自看守杨检时 飞出来咬伤了他 然后带走了杨检 天狼星将杨检带回了自己修炼的山洞中 帮他清除了体内的大部分毒 杨检清醒过来后觉得奇怪 自己种的毒连姜子牙都没办法 天狼星怎么能清除呢 天狼星解释多年前 生公报和几个妖孽夺走了他的左臂 接到了生公报的身上 他的力量全部都集中在了那条手臂上 所以生公报炼成了天狼神爪 而杨检就是中了天狼神爪的毒 所以他才能帮他解毒 杨检听完明白了 两人正聊着时 生公报和文重找到了这里 杨检就此获得了天眼 而天狼星也因此丧命 为了救天狼星 杨检当即带着他回戏器找姜子牙 姜子牙查看了天狼星的情况 发现他早已断气 只是魂魄还没消失 姜子牙帮他封住了魂魄 然后拿出天书找寻可以救他的办法 据天书记载 要想救天狼星 必须要杨检开启天眼 而开启天眼则需要两件宝物 杨检和李静当即出发去水火洞 寻找这两样宝物 另一边 生公报被杨检打成重伤 只有千年人参才能救他 可千年人参已经被杨检吃了 文重让他们不要惊慌 虽然这千年人参被杨检吞下 但是只要能够喝了杨检的血 也一定能够使国师起死回生 苏打几觉得既然生公报 是为了帮文重抢天眼而受伤的 那这个血就理应由文重去取 文重无法拒绝 只得硬下 此时 李静和杨检已经在水火洞中找到了火 可那团伙似乎有自己的意识 无论他们怎么抓都抓不住那团伙 两人都被搞得筋疲力尽 最后杨检只能闭上眼睛 诚心祈祷上天能赐他宝物重开天眼回去救人 然后缓缓伸出双手 没想到 那团伙竟然自动飞到了他的手中 果然星成则灵亚 此时谁也出现了 杨检用火苗将水全部吸了进去 真正的水火铜元他们找到了 杨检将水火铜元装进了玉瓶中 刚准备离开 玉瓶却消失了 原来是文重拿走了玉瓶 他要用玉瓶换杨检身上的血 杨检虽然不明白文重要他的血干什么 但比起天狼心的命来说 这一点血又算得了什么 他接过文重丢过来的葫芦 毫不犹豫地咬破自己的手指 将血装满了葫芦 然后丢给文重 文重信手承蒙 将玉瓶还给了杨检 可中途却突然冒出个凤青青 抢走了玉瓶 他还恬不知耻地说 是怕玉瓶摔了才好心接住他 杨检直接被气得半死 凤青青带走了玉瓶 而文重本就不希望杨检能开天眼 自然不会管这事 拿着葫芦也离开了这里 杨检和李静垂头丧气地回去 和江子牙说了这事 江子牙拿出天书想看看 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没想到才打开 天书就飞走了 此时凤青青得意地拿出了玉瓶 下一秒 天书就将玉瓶带走了 重新飞回到了江子牙手上 江子牙打开天书 玉瓶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江子牙当即施法用水火铜源 帮杨检开了天眼 杨检一阵疼痛过后 成功开启天眼 他用天眼帮天狼星疗伤 天狼星不仅得以起死回生 还长出了一条新手臂 他任杨检为主 杨检给他取名为孝天犬 原始天尊将风神榜交给了江子牙 江子牙打开风神榜一看 曾经死去之人的魂魄都出现在了上面 而以后将会有更多的魂魄 飞入这风神榜中 待他们伐咒成功之后 须得建造风神台 在风神台上册封众神 师尊叮嘱江子牙他重责大任要好好承担 江子牙跪谢师尊给予此重任 承诺定会担惊竭力 好好完成此重任 这时 师尊突然看到江子牙额头上的黑影 师尊赶紧掐指一算 天机不可泄露 师尊并没有明说 江子牙心事重重地回了巷府 他本打算这十天就好好待在府中修身养性 然而事与愿违 文仲作为主帅带兵前来攻打西齐 他约了江子牙单独见面 江子牙知道以文仲刚正不阿的性格来说 绝对不会设下埋伏的 于是江子牙去赴了约 两人都很欣赏对方的人品和才能 都劝对方归入自己的阵营 可谁也不愿意 文仲见状也不再相权 约江子牙三天后在这决一死战 江子牙硬下了 可就在文仲离开后 苏打几三腰拦住了江子牙 江子牙以一己之力对付他们三个 并不吃力 可就在这时 深宫暴突然冒了出来 趁江子牙斗法时 用道家无上心法打上了江子牙 江子牙扣吐鲜血 深宫暴奸计得逞 他就知道江子牙对道家钢器没有防备 所以才用这招对付他的 幸好这时 李静来了 看到这一幕 他赶紧召唤出七宝柠檬塔 暂时抵抗住深宫暴几人的攻击 然后带着江子牙离开了枕 现在江子牙身负重伤 而他最担心的就是三天后 欲文太师的对决 文太师法术高强 除了他根本无人与之匹敌 没想到三天后 哪吒和土行孙背着江子牙去和文仲对战 文仲看似两个小孩子 根本不屑于他们打 哪吒见他竟然看不起自己 直接提枪而上 土行孙紧随其后 哪想文仲都没有亮出自己的武器 就将他俩打翻在地 两人还不服气 紧接着一个在上 一个朝下 攻向文仲 文仲见状拿出自己的雌雄双减 没出几招又将他俩打得落花流水 两人见不是对手 只得落荒而逃 在回去的途中遇上了来找他们的雷震子和姬发 雷震子一听自己的好兄弟被欺负趁这样 年轻气盛的他就要去找文仲算账 雷震子有风为棍 勉强在文仲的手中过了几招 姬发也来帮忙 可本就受伤的他很快就被文仲打晕在地 幸好这时李静来了 文仲看在李静的面子上 没有再伤害雷震子 但他将姬发给带走了 李静回去将此事告诉了姬子牙 姬子牙为了救姬发 只能拖着受伤的身体前去应战 他拿出打绳鞭 强撑着和文仲对战 文仲和他过了几招 也感觉到了姬子牙身负重伤 文仲不想趁人之危 便放了姬发 让姬子牙一命换一命 可姬发却说什么都不愿意离开 文仲见状也不再心慈手软 使出时辰功力与他们对战 一直躲在暗处的身攻暴决的是时候 于是冲出来给了姬子牙致命一击